前两个月 Diamond Supply Co.在官网发售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联名系列 几经周折由于疫情的原因 我也是最近才拿到手 所以这次咱们来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箱视频 相信我也是国内的第一个来开箱这个单品系列的up主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看来自美国制作的电影 特别是恐怖片的话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系列 即便是你不喜欢的 那我也会先从Diamond Supply Co.的起源开始说起 所以千万不要走开哦 嗨 欢迎回来这里是LG Kicks 就一说一说的众草科普就在LG Kicks 我是Kav aka狐狸狸 说起Diamond Supply Co.呢 这个诞生于1998年 实体店铺起源于LA的滑板店铺 我觉得大家第一时间听到这个牌子 那想到的肯定就是05年的 Nike SB的这个Dunk Low 低帮版本的钻石配色 或者14年的高王的配色 或者呢是10年到15年之间的这个Cassie的人像T 再活着呢就是Kiss还有A6 以及Ronify 三方联名 对吧 这个我觉得不能多说了 之前我的视频LG Kicks有说过这双鞋 那为什么大家为之如此疯狂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 独一玩的 钻石配色 我是觉得Diamond Supply Co.的主理人 Nike Diamond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才的设计师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啊 纵观众多国际的这个知名品牌 可以说提到产品使用Tiffany Blue配色的 女生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 美国知名的珠宝品牌 Tiffany & Co. 那男生的话呢 那肯定是想到的就是Diamond Supply Co. 因为这个颜色太稀有太独一挂了 很少有牌的会使用这么亮丽的颜色 而就是这个别具一格的Diamond Blue配色 也注定让Diamond Supply和Nike SB合色鞋款 成为了2005年最抢手的鞋款之一 即便是在Nike当配色史中 也是史诗级别的存在 除了之前我刚才说过的 Diamond Supply Co.和Nike A6 Puma Leaders有过很多的这个联名合作以外 那Diamond Supply也在不同的领域 时刻证明着自己在美国街头品牌的地位 比较出展呢 就是最近的这个Space Jumble球队的联名 NBA的这个联名 以及Disney旗下的众多IP的合作 而在音乐领域呢 Diamond Supply Co.也是非常喜欢 非常热衷于和有想法 有设计理念的音乐人来进行合作 比如说Travis Gunn 比如说Mike Miller 我喜欢那种 那边是我的名字 来吧 我一直都喜欢你们的 Snapps 和其他Diamond 会否则能够是这个Machadelic的脸 Vids Khalifa Tali the Creator Kanye West Leo Wayne Nass Rick Rose Wu-Ton Clan Jay-Z Jackies Nipsy 还有The Game 太多太多了 说实话呢 早期的Diamond Supply Co.的T-shirt 跟Supreme是一个样子的 都是那种纯棉的材质 然后摸截可能会比较廉价 但其实呢都比较好穿 而且定价都很便宜 而且就在刚刚呢 我也是查看了一下他官网T-shirt的售价 普通的款式打折的款式 基本上也就是100来多就能拿下 然后好看的款式呢 现在也是200块钱出头就能拿下 基本上这个T-shirt的定价 是在32到36刀之间 所以我觉得即便是 我刚才说的这个联名款式 到现在有的还是有货的 虽然说可能有一些断码了 所以相比于我之前在OGKiss 已经介绍过的三款 百元以内的美式素T 我觉得这个Diamond Supply Co.的 普通T-shirt的定价 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所以以后见着哥们 别老Supreme Supreme的了 因为美国老牌的这个街头品牌 滑板品牌滑板店铺 实在是太多了 就比如80年代诞生的Stussy 90年代Diamond Supply Co. 还有Supreme 然后2000年初期的Obey DGK Dirty Ghetto Kids 还有HUF HUF的助理人最近也是去世了 Rest in Peace 然后2009年诞生的Rip and Dip 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滑板品牌 以后咱们可以慢慢聊 那按理完Diamond Supply Co.呢 那咱们就可以继续来聊一聊 这次开箱的联名系列 美国经典的恐怖电影 电剧惊魂系列 So 提到电剧惊魂系列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华裔电影导演 温子仁的初代电剧惊魂 虽然恐怖片都会使用雪浆 以及暴力场面来令人毛骨悚然 但他的风格熟悉的人应该都很清楚 温子仁喜欢在剧情中埋入爆点 结局呢也会有着意想不到的反转 他也特别擅长使用广角镜头 抖动了第一人称镜头 来给观众极强的代入感 无论是运镜还是电影的调色 都能给你那种逐层推进式的压抑恐怖感 简直让人无法喘息 而这次联名的电剧惊魂呢 也就是温子仁导演和他的挚友 雷沃纳尔 一向就成为了师门影视公司的金字招牌 从2004年到2010年 一年一步的电剧惊魂 可以说稳坐了 北美冤线市场 万圣节档次的冠军榜座 虽然这次的联名发售呢 是电影周边 而不是和潮流店铺 或者很火的IP 强强联手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这部温子仁导演的电剧惊魂 在当时学生时代的我 打击是极大 多少个噩梦传上的夜晚 谁能想到 让我夜不能寐的原因 不是打游戏 不是姑娘 而是这部电影 最近能够让我重新感受到 如此压抑感的美剧或者电影呢 我觉得只有Your Honor这一部 就是老白主演的那部法官大人 感兴趣悬疑剧情类美剧的朋友 一定要了解一下这部神剧 又说跑片了 咱们回到正题 赶紧开箱 首先呢 是一件 So Blessing Die Lifestyle Tea 这是一件Lunceley的长袖体 可以看到这件长袖套头衫的 这个正面 以及两侧的袖子 都是有着同一句台词 也就是 Sick of people who don't appreciate their blessings 也就是身在服中不知服 或者说就是 作死 其次呢 就是正面的这个 Soul的这个面具 以及右侧这个圈圈 非常经典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名称 Soul 以及左侧 就是有一个Diamonds的一个logo 对于这第一件面具梯 以及有着经典台词不知好歹 或者说身在服中不知服的这句 经典台词的长袖衫 大家怎么看呢 喜欢的话 可以扣衣 不喜欢黑口耳 咱们再来看到第二件 写的是 So play game team 是一句 可以说是电锯金魂这个系列 最经典的台词了 没有之一 所以咱们来看看这件 所有的尺码呢 我都是选的是XL的尺码 正面呢 则是Soul的玩偶骑那个小自行车 非常的恐怖 以及还有它的这个经典的猪头面罩 纯粹就是为了这个图案 才有死 这件呢也是一样 百分百纯棉 墨西哥知道 那对于第二件玩偶骑自行车 以及猪头人的这件短袖T 大家怎么看呢 喜欢的话可以扣一 不喜欢的话可以扣二 那咱们再来看到最后一件 So corporate hoodies 中文可以理解为 罪魁祸首 Hoodie正面呢 则是有着So的一张照片 然后贴纸呢 是Tiffany Blue的颜色 左边呢 有一个Diamonds 背面可以看到 有着So的面具 然后猪头人 可以说把电锯精神 几个最经典的元素 全都用进来了 左边的袖子上面呢 有一个钻石的logo 所以这三件单品开箱完毕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件单品呢 这就是本机OGX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点了一键三连 支持一下 想了解什么球鞋潮流单品呢 也都可以评论 弹幕私事 和我交流 OK How do you guys like it? This is OGX VCWKVK 咱们下期见 Peace 我来说是 我来说是 我来说是